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于3月10日晚上 进行A组中华队对阵意大利 比赛进程非常激烈 双方球队你来我往 一招接一招 不断互相攻击 中华队一直到第七局才好不容易逆转战局 到了第八局下 极力极捞 拱冠 击出三分拳雷达 将胜利锁定 让中华队成功锁定胜利 最终以11比7击败意大利 拿到本届赛会的首胜 目前中华队战绩为一胜一败 中华队在第一局下半局就得到积分 林自伟在两人出局后 一棒将球打到优外野大强 杨春全雷打让中华队1比0领先 接下来是意大利的反击史克克 他们在下半局连续两支安打后 采取战术追平战局 Bandy Lucio再补上三类安打 贡献一分打点 让意大利2比1反超 到了第三局下 意大利换上新投手 中华队也趁机展开攻势 张玉成的长打开始 接着左打手吴念廷 陈杰宪和王百荣陆续击出安打 逼得意大利再次换投 此时将昆宇打出一支球 让三类手失误 中华队抓住机会拿下了第5分 不过 在林立安打后 王百荣想趁势分回本类 却失败了 造成三出局 这时意大利也迅速反击 Dominic Fletcher和Brett Sullivan成为中华队的麻烦 当一二类有人时 Niquel Lopez的打击非常精确 带回了一分 紧接住 Miles Mastroponi的安打再带回一分 Selfredic更是对中华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带回两分 使得意大利得分数达到六分 逆转超前 在第五局上 陈冠宇先连续三阵了两名打者 但随后却连续保送 迫使中华队紧急更换投手陈宇勋 但对手Niquel Lopez还是击出安打 此时 意大利改写了计分板 第六局下 意大利保送的结果 让中华队得以反扑 林立上磊后 张玉成击出两分打点全磊打 让中华队追平比分 到了幸运的第七局 中华队带打不断建功 陈杰宪保送上磊 承进带打 击出安打 将坤宇跟进形成满垒 范国晨再次带打 击出内野安打 让中华队超前比分 在第八局下 中华队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张玉成 吴念廷率先上磊 吉利吉捞 拱贯表现出色 击出三分打点全磊打 此时中华队已经以11比7领先 最后一局 意大利未能突破宋家豪的头球 以7比11吞败 意大利队将在11日中午12时 对战巴拿马 而中华队将再次于完场比赛中 迎战强敌荷兰 好了 谢谢观赏 2023经典赛特别报道 请记得订阅 按赞并分享 欢迎在底下加入讨论